Hello 大家好 我是限天斋主 欢迎收看一期定第十二集 之前老三厂的墨做了两期上海墨厂的 今天来一期豚虎的 也就是这顶 国营辉州胡开文墨厂 抄顶七烟 手如居室藏烟 先看看外观 墨是一个扁原柱形 正面 立书英文墨名 手如居室藏烟 下面的物子制 是这个版子出版的制作纪念 墨的实际制作时间 大约是在七十年代末 八十年代初 背面的传书英文 是北宋徐庭云 永竹中的两句 未出土石先有节 便临云去也无心 正反军苗双色金 顶款杨文凯书 抄顶西烟 底部被我之前磨开了一个角 磨口非常紧密光亮 同时也相当刚立硬了 这个墨的造型其实就是竹竿 字中间的间隔就是竹节 这也与背面永竹的诗纹相互印 磨一下 这次换另一边斜磨 原本我一直认为 囤壶的墨是墨皮很厚才磨不动 最近我发现 囤壶七零墨八零处的墨 平磨的磨口都不这么好看 换成斜磨打圈 磨口就会又平又亮 这其中什么原因 我暂时还没搞清楚 能用的是端叶老坑 磨感下磨都是正常的 看一下新的磨口 光亮平整 肉眼看起来磨口有些许蓝紫光 看一下入水 比较明显的油烟暖色调 可能是还有磨皮的关系 磨里其实有点皮渣残留 但之后上池试的时候 估计得重新洗干净了 重新磨才好 上池看看 用的是80年代的红心棉丹 这次不画色阶了 随意调水随便滑了 等干了来看看是什么效果 老吞壶还是很可以的 浓淡重新 叠加运散 清清楚楚 层次分明 一点也不会糊 老规矩 图几下 相信熟悉老国墨的 应该都知道 手如居士藏烟和手如藏烟 这个板子 常见到的基本都是松盐 油烟版的并不常见 这个手如居士的信息很少 我能查到的比较符合的应该是晚清一个叫吴俊厚的印人 他好手如 有手如硬屯屯士 但是深足年和其他的详细信息都很少 所以这里就不多说了 来说说童虎吧 1955年 胡开文 一级 人级 大级 重级 等几家胡开文墨店 合并成立 屯西胡开文 墨品工业社 1956年 更名为公司合营 屯西徽州 胡开文墨厂 也叫做国营徽州 胡开文墨厂 就是我们所说的老三厂中的屯虎 屯西胡开文 屯虎在清代胡开文的血脉传承上 应该是最纯正的 更重要的是 其制法用量和样式上 也有一个比较好的继承 当初合并的几家胡开文墨店中 人级的前身是胡开文俊纪 俊纪最早是屯正老胡开文内部中的两骨之一 是由胡开文的四十孙 胡祥春 胡祥雍持有 后来胡祥雍在民国年间脱离老店 另外开设了胡开文俊纪 胡祥雍死后 俊纪由同族的胡连升顶级 更名为胡开文人纪 而义纪原本是屯正老胡开文的股东店 后来屯正老胡开文的最后一代主人胡哄道 由于墨业萧条 无力继续经营老店 带着墨模之类的全部家底 加入了义纪 屯胡这一堆胡开文后人听起来好像不少 但其实只是冰山一角 真要把这两百多年 所有胡开文的分支给捋一遍 够拍一部长篇连续剧的了 有兴趣的 可以自己去查查资料 还挺有意思 文革石屯胡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因为有巨量的清代墨模 被定性为风思修典型 大量古墨和墨模被峰毁 墨厂也一度被勒令停产整顿 1973年才得以全面复产 本身产量就不高的屯胡 在这期间的墨就更少 大约1977年到1983年期间 屯胡的质量仍有一个较高的水平 机器点烟的设备 也没有上海墨厂引进的早 手工点烟还是主要取烟的手段 在同期老三场中 屯胡墨有着非常明显优势 例如屯胡的抄顶 在大墨的进度清透度上 要优于上墨的101 黑度上却毫不逊色 整体运质上也更接近于清墨胡法 不过屯胡也不是没有劣势 较低的产能导致其更少的存失量 相比之下 其现如今的持价要更高一些 如果对于更好效果追求 多花一点钱 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值得的 改革开放后的屯胡 其实也实行了工业化改造 产能是有所提升的 生产了不少供以出口换汇的墨 包括一些用清代墨模制作的防骨 但产量的激增 势必在质量上有所下降 83年之后的屯胡墨 质量下降明显 与70年代的比 已大不如前 更别说与60年代相比 而与同期上墨同级别的墨相比 也不再有什么优势了 OK 这就是今天这期视频全部内容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给我点个赞 我是限天斋主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